過去近三年 中國堅守動態清零的防疫路線 全國各地嚴格封控的封城措施 民眾不但被強制足不出戶 企業也被迫停產減產甚至停工 可以說中共嚴格的防疫政策 搞得民不聊生 經濟疲軟不振 更是讓社會民怨四起 白紙革命成了社會不滿聲浪的破口 迫使中共必須改行跟章 公布新十條措施 內容放寬了現行的防疫規定 類解封不再提及動態清零 許多中國防疫專家也配合改口 強調全國防疫的重心轉至預防重症 聽我六分鐘給你新觀點 今天的國際新聞評論要來談談 中國國務院推出新十條新規 防疫路線逐漸從清零封控走向與病毒共存 中共改行跟章的考量是什麼 將會面臨哪些挑戰 未來可能會走回頭路嗎 白紙革命讓中國社會對防疫政策的不滿宣洩而出 無論是封控導致人民生活不變 或是經濟發展陷入低迷的困境 習近平才剛剛延任成功 但國內挑戰接踵而來 可以說這是他掌權十年以來面臨的最大政治危機 為了維持政權穩定 中共沒有立即採取政治肅清的鎮壓動作 反而很快地調整防疫路線 推出鬆綁相關措施的新十條方針 意圖緩解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 與病毒共存 突然成為主流思維 確實讓外界感到意外 許多中國醫學級傳染疾病專家 紛紛跳出來力挺中共的新防疫措施 見風轉舵的速度 不得不說 這些號稱客觀的科學專家 政治正確的態度令人看為觀止 先不論用今天的自己打臉昨日的自己 這也不會是中共最在意的問題 畢竟在專制的黨國體制 科學是用來服務政治的工具 所謂的客觀理性 都是為了粉飾政策失敗的藉口 與說法罷了 有趣的是 這些為中共政權服務的專家們 在自圓其說的同時 也點出了現階段中國疫情的挑戰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 日前針對中國未來疫情發展的研判 他認為疫情高峰會是在2023年的年初 雖然他表示不會發生大規模的死亡病例 但是疫苗接種覆蓋率是一大問題 尤其是老年族群施打疫苗的比例 將會是未來中國疫情能否進入穩定的關鍵所在 從中南山的說明可以發現 他認為COVID-19的傳染力強 但是治病率卻有趨弱的跡象 所以對中共調整防疫路線深具信心 只是疫苗施打力不高 中國無法避免卻是人數攀高的挑戰 中南山的研判或許是在替中共的防疫鬆綁 擦脂、抹粉 但卻可以從中看出它的話中有話 對比全球防疫政策的趨勢 許多國家早已採取與並不共存的做法 一方面是為了恢復社會運作 經濟發展的常態 另一方面也是因應疫情變化走勢的判斷 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有二 首先是疫苗的有效性及覆蓋率 這降緩了病毒傳播的速度與範圍 其次便是社會公衛意識的提升 民眾的自主力發揮了作用 這和醫療體系及社會資源分配的完善度息息相關 雖然中共不得已接受西方的防疫路線 鬆綁封控措施也不再提及動態清零 這可以短暫降緩社會不滿的情緒 但最具關鍵性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也就是社會大眾對於政府防疫的信任 這包括了疫苗的有效性 醫療資源的公平性及充沛度 前者影響了疫苗施打的覆蓋程度 後者可能會對社會穩定帶來挑戰 長時間以來 中國民眾仰賴政府的防疫作為 如今防疫鬆綁會不會讓社會更加混亂 恐怕會爆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亂象 成了社會不穩的不定時炸彈 問題是中共提出的新十條 隨時都有收回的可能性 尤其是放放防疫政策之後 確診案例不但難以追蹤 人們極有可能會選擇不上號 寧可足不出戶 甚至是隱蔽染疫的症狀 那麼就很有可能成了疫情的隱性因子 在疫苗有效力不足 醫療資源缺乏的狀態下 政府與社會大眾沒有萬全的準備 中國疫情會出現海嘯式爆發 民眾擔憂中共可能會走回頭路 雖然現階段不提動態清零 但這並不等於中共完全放棄 封控封城有捲土重來的機會 事實上如今中國鬆綁防疫措施 並不是長期規劃的決定 而是突如其來的應變做法 無論是政策面 執行面 經濟面及資源分配 都沒有經過完整的決策過程 更謊論是依據科學專業的判斷 說白的習近平從力主動態清零的堅定意志 到現階段大幅放寬防疫政策的決定 無非是考量自己的政權穩定 不同的防疫路線選擇 中共中央不但沒有給社會大眾 有調適的心理準備 各種配套措施也都還在摸著石頭過河 如今看來習近平過去一再宣稱的制度優越 已淪為國際社會的笑話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直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